Hello,我是Ivan 今天會講的題目就是 之前有一個學員問過我 其實他很多時候要寫很多內容 因為想SEO排名去提升 但是究竟有沒有這麼多內容去寫呢? 還有,如果有些內容真的要參考 Reference 其他的網站 然後放在自己的網站 會不會被Google罰呢? 如果你是直接把內容在別人的網站 去抄到你的網站去做 以Google的眼中 這些叫做Jubricate Content 相同的內容 他不會罰你的 也不會罰原創 因為他不知道哪個是原創 如果同一時間很多網頁發生同樣內容的話 但他可以用他的AI 去分辨得到 究竟哪一篇是原創 可能是因為他被Google搜尋 的次序先後 有些是早點 有些是遲些 早點的就是代表它是Original 其中一個原因 或者網上的可信度高些 如果兩篇文章是一模一樣的時候 Google就只會顯示一篇文章出來 就算兩篇文章是不同的 我想做一個例子給你看 究竟怎樣可以知道 那篇文章 究竟有沒有其他網 是抄了我 或者是Google以為我是抄了別人的 TestCrunch 即是一個美國講 Technology 的一個Blog 的 site 都很高 很高流量的 我按了其中一篇文章 是講 Microsoft 他比別人預期 就賺得更多錢 他有Azure 雲端的服務 這個連結 我先 copy 然後我會去一個網 叫做CopySgrade 這個網 暫時不支持 中文 韓文 和日文 所以我特意找TestCrunch 這個網 來做一個實驗 那我Copy TestCrunch的其中一篇內容 在這個網站 那裡 你就會看到 它說 沒有找到 類似這篇的內容 即是說 這篇的內容 應該就是 原創的內容 但如果我又試試 再按多一次 第二次 我再去做搜尋 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其實 找到一些 內容 是關於 Microsoft 這篇的內容 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的 我可以按下去 其中一篇 然後做一個 做一個 對比 譬如你看到 它說什麼 report 什麼 我先看一下 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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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說report quartal 然後 Footstop 是1.14 當然 Footstop 是1.14 我又抽 其中一段 看看 然後 其中 這篇文章 是Infrastructure Business 看看 這裡有沒有 其中一段 有 內容 Infrastructure 和Infrastructure 的 其實 這篇文章 正常來說 是這個 叫做 我都不太懂得讀的 網站 什麼 ZY Chrome 很明顯是 Copy了 TachCrunch 它Copy應該是用 Robot去Copy 因為它連 Infrastructure 連連結 連連結 都Copy 所以 如果你 不確定 究竟 那篇文章 在Google 眼中 是不是屬於抄襲 別人 它會不會當作另一篇文章 你儘管可以把 如果是英文內容 暫時 不支持 中文 日文和韓文 可以在這裡 測試一下 如果 測試完 之後 出現的 結果 是0 即是 原本 即是 你的 文章 不會跟別人相同 由於 現在 TachCrunch 這篇文章 跟其他人相同 在Google 眼中 就會 嘗試去理解 哪一篇 才是原創的文章 如果 Google 覺得 別人才是原創的文章 那 搜尋到相關關鍵字 顯示 這篇文章 就會去到你的對手 或者其他 site 就不是你的 site 你可以去做一個測試 但 至於 究竟 一篇文章 其實 有幾多不同 在Google 眼中 才當作另一篇文章 我看過很多網上的人 討論 都得出了 大概一個數據 就是 如果你 抄別人的篇文 也好 或者別人抄你的篇文 也好 如果他拿完之後 他可以更改一些 更改的比率 大概是30%至35% 即是說 內容內 還有三分二的內容 是一模一樣的 但也不要緊 只要有三分一的內容 是不同了 Google 眼中 就會覺得 是另一篇文章 有這個數據的目的 就不是 叫你去抄別人 然後 改一點 令到一篇新的文章 不過 有些人 如果這樣做 就做了一個測試 在Google眼中 究竟 百分比 是多少 才是 不同 但是呢 我發現 英文和中文 又有些不同 中文 我見過 有一些網站 它只是 那個 Title轉了 但是內容 那五百字 中文字 在北邊 Google都當了兩條 所以有時候 是很難估計的 可能中文的內容 可能難一點分析 比起英文 因為每一個字 隔了 更容易 去做一個比對 但如果真的 需要去參考 別人的文章 然後你再寫文章 你就不要 吸了別人 那麼多東西 可能你吸一些 然後再加一些 自己的評論 各樣 令到在 Google的眼中 就會成為一篇 獨立的文章 就不是一個抄別人的文章 如果不是 那些 叫做 organic traffic 這些自然的流量 你就不能夠賺得到